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朋友 对家人 然后对自己在意的事情的那种坚持 就是他比较认一个死理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挺佩服他的 那你们有不同的地方吗 不同的地方 看过活跃 然后以及他是一个小画牢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吧 其实如果说感受最深的戏的话 就是从部队回到了北京的那一段戏 因为那一段戏是一个比较密集的 沉浸在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 然后你需要在那个情绪里面去做出一些不同的层次 姐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觉得他难的点是在于 你要把这个变化给做出来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悲伤的情绪 就是他的情绪是一个递进的 它是有变化的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是跳拍 它不是顺拍 所以可能是一个月前我拍的某一场戏 然后一个月后你要把它接起来 然后所以你在拍的时候 你需要把前后场理得特别的清楚 就是我的父辈们 他们跟春生他们生长的这个环境不太一样 但是大体来说 他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所以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共性 在时代的发展的背景下面 他们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 然后去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跟变化 我觉得是 就是那股坚持的劲儿吧 其实重新人会有一种 很坚强很坚韧的那个劲儿 其实我比较喜欢去做一些 剧本外的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说这个人物 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什么人跟事对他的影响最大 可能这些东西是剧本外的东西 你需要自己去挖掘 这么挖掘它的方法 就你去想啊 你自己去写一个人物小传 也许它不是导演心目当中 想要的那个人物小传 但是你自己需要 通过你自己的理解 去把它给写出来 在后面对这个人物的诠释上 会有帮助 经常会有时候演完一场戏之后 回到酒店会很开心 然后会觉得今天这场戏也真的是还可以 然后挺值得 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然后有时候也会反思 会觉得说今天这场戏的状态不太好 要是再来一次的话就会更好 我觉得是平常心对待吧 当然是就像我们戏里面的台词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 所以就平常心面对这些评论 觉得说的对的 那我自己就吸收 然后下一次改正 争取下一次是以更好的面貌出现呗 其实我觉得目前我还没有这个困扰 一切都是服务于这个角色 如果这个角色他需要我 以另一种面貌出现 那我没有任何问题 那如果也许这个剧本非常的吸引我 非常的打动人 他可能会需要通过一些特效装 来改变我的面貌跟我的状态 我完全OK 对于我来说 演员就是以作品说话 所以一切都服务于作品 在以后的每一天 不焦不灶 脚夜 破界 跨界 闯世界 谢谢大家 就是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人问我 说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从来没有说给自己去定一个目标 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 活在当下 每次都是这样 那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 接下来我会进行的工作 那我当下就会把它做好 因为工作它是不停地在变化的 所以其实你会遇到不同的困难跟挑战 可能这一关困难过了之后 还有下一个挑战 可能不要太好高不远 去制定一些很长远的计划 就坚持把你当下的事情做好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答案 我觉得是提升自己的演技和文化素养 然后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 更打动观众的作品来回馈大家 那肯定是要时刻紧急自己的社会责任 然后有担当 就是他最近的那部戏还不错 意见谈不上 我觉得就有一些小建议吧 自己呢也是从大学毕业 然后从事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又跳到了这个行业 我觉得我可以共情 现在的一些毕业生 可能会有缺乏安全感 因为从校园出来之后 社会环境其实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觉得 大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卑不亢 不要过于的担忧跟困扰 其实坚持做好 现在当下自己手头上的事情 我觉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嗯